美国有一名男子喜欢潜水 还帮助过不少人在水底找到遗失的物品 而且他分文不取 在社群媒体上小有名气 还自称是美男鱼 最近有一名女子在加州的一处湖泊游泳时 手上一枚价值约30万台币的婚戒不翼而飞了 他找上美男鱼 但彼此都没有抱太大希望 因为知道这套任务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 不过最后这婚戒还真的被他找到了 双方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能的任务最后圆满完成 最近在加州就上演这个精彩桥段 价值约30万台币的婚戒 掉到14公尺深的湖泊底部 珍妮请来水底寻宝达人麦克出任务 湖底相当冰冷 能见度非常低 用金属探测器来回不断扫描搜寻 麦克有心理准备 这趟任务是大海捞针 但突然间 30万元的婚戒还真的被他找到 浮出水面时麦克兴奋尖叫 婚戒主人更是喜出望外 麦克坚持原则 不向对方收取费用 但珍妮还是塞给她200美金 作为答谢 喜欢潜水的麦克 免费帮人在水底找遗失物 还会顺便轻轻海洋垃圾做工艺 多年下来收藏的五主物更是可观 不可能的任务 未完待续 刘永伟编译 最后是 我们的主题是